中央住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举行结牌仪式 处长郑雁雄说会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不侵害任何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朝云山一间护鲁中心有院友确诊新冠肺炎之后 消息说再有多个院友同职员确诊 据报美国考虑削弱本港联系汇率制度 包括限制本港银行买美元等 分析认为建议也会损害美国利益 可行性不大 各位 中央住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举行揭牌仪式 首任署长郑雁雄致辞时说 公署会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不侵害任何个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中联办主任诺惠宁说 公署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中央住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以铜锣湾道一间酒店作为办公大楼 早上7点举行揭牌仪式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揭牌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梁振英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联办主任诺惠宁 以及公署第一任署长郑雁雄主持 揭牌仪式 林郑月娥支持时说 公署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上的重要伙伴 国安法标志着特区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缺口 得以有效的堵塞 国安委会尽快与公署建立协讨的机制 特区政府有关的机构也会在工作层面与公署建立协作的机制 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的配合 兼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骆惠宁强调 驻港国安公署的成立 标志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机制基本形成 广大爱国爱港人士拍手称快 一些必有用心的反中乱港分子 则激励对公署进行无名攻击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中国内地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 他是香港安全的使者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公署处长郑雁雄就说 公署将会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行使相关权利 依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及有关的机构建立协作的机制 我们也将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依法接受监督 不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消息说由于公署附近是学校区 为面阻碍学生上学 所以安排在较早时间进行仪式 驻港国安公署系继中联办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之后 中央政府第四个驻港机构 母线电视机在中策期报道 池云山一间护鲁中心 一个85岁的女院友确诊之后 消息说再有三个院友和最少三个职员确诊 多架救护车昨天到池云山蒲维里的港泰护鲁中心外 穿全套保护衣物的卫生防护中心人员架设屏风 协助三十几个院友撤离 部分人由担架床送上车 有人未戴上口罩 职员亦都带秘密资离开 他们被送广博富林的香港商建协会商建营检疫 到了早晨 护鲁中心的抽气线仍然在开 有附近居民表示仍然有担心 住户都会想办法有什么可以保护自己 正如现在我们都会想着去看会不会做一些深喉测试 因为卫生署还未给任何的指引 我们会不会派人来帮我们整座大厦做深喉测试 我们自己找方法去做测试 有确诊个案的护鲁中心在蒲维里 走上大约20级楼梯之后 转过湾旭华里也有另一间护鲁中心 这里的职员说两间是不同的公司 但是同属一个院长管理 这间护鲁中心就如常运作 中心职员说未知远游是否也要撤离 卫生署早派人入内 拿走一箱物品之后离开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报道 多间学校因为有确诊者或者密切接触者 今天停货 当众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凯宏道 有职员在校内清洁 校方说两个学生和住的亲友 亦初步确诊停货一日 以便进行务化空间消毒 而在油麻地民英街的新发茶餐厅 早前有职员和食客确诊继续停业 附近的餐厅说会加强清洁消毒 民主党许智峰前年在立法会 抢走保安局女职员手机和文件 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完成调查报告 确立许智峰行为不检 也有足够理据谴责 调查委员会经过十次闭门会议之后 公开报告 认为许智峰当日行为不能接受 粗暴和严重侵犯女职员的私隐 有副公众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 令到议会声誉受损 谴责议案的关键部分成立 根据《基本法》 立法会议员如果有行为不检 经在职议员三分二通过谴责 立法会主席会宣告 他丧失议员资格 而许智峰去年在东区裁判法院 已经被裁定普通袭击等三项控罪成立 判处240小时社会服务令 同罚款3800元 警方说电话骗案有上升趋势 最近发现有骗图 借着政府派发一万元计划 企图骗取市民网上银行户口资料和密码 政府星期一开始陆续发放一万元 警方说近期收到两个市民报案 说收到加852字头的来电 其中一段广东话录音就说 一万元的现金计划被重复登记 暂时未能够批核要求打电话查询 另一个说法就是有关计划资料有误 未能够批核也要打电话查询 市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讲普通话 自称是银行职员的人接听 要求市主提供姓名 新闻证号码银行户口和信用卡资料用来核对 警方说暂时未有人中招 不过猜猜我是谁 假冒官员等旧有的手法仍然有人中计 警方就说今年头五个月 一共接获了532宗的电话骗案 较去年同期多了1.5倍 市主被骗的金额较去年多了3倍 接近2亿 近半的骗案涉及假冒官员 受害人都是60岁以上 当中最多一宗损失2100万 亦有骗徒会要求受害人 短时间内跟从一些指示 希望对他产生心理压力 难以和其他人求助 譬如通宵写一个五千字的悔过书 这个悔过书自称是 你写完之后我会帮你交到内地的执法机关 跟你解释整件事不关你事是清白的 警方也强调 无论是本港或者内地的执法人员 都不会用电话收集个人和银行的户口资料 无线电视记者周晋峰报道 一节最新消息 消息说今天新增最少14宗 新冠肺炎初步确诊个案 转提下 据报美国考虑削弱本港联系汇率制度 包括限制本港银行购买美元等等 分析认为建议可行性不大 亦都会损害美国利益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美国表明会逐步撤销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彭博人述消息说 美国国务院内部提议 取消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 或者终止和香港警方合作 亦都提出要打击香港联汇制度 例如限制香港银行业兑换美元 又说美国政府首要是惩罚香港银行 特别是早前有高层表态 支持港区国安法的汇丰 调报建议引起其他官员反对 认为只会损害香港和美国银行业 对内地未必有大影响 有关提议也未提升至白宫 港股做好 重榜股腾讯支撑大市 再创537.5新高 半日升近4% 妄疑都创新高 又类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反弹 餐饮股个别发展 大家乐翠华和杜香跌1%至2 大洪福堂发行起 股价急升三成 发行景港铁跌2% 物管股回用 时代伦理、碧桂园服务和新成月股价都破顶 中心国际A股获566倍超额认救 H股反弹近8% 看行升指数 在报26,063点 最新是升90点 总成交超过1,100亿 最活跃港股 腾讯控股升27.5 中心国际升2.7 阿里巴巴升5.2 感恩升值跌7.2 小米集团升9.8 美团点评升8.5 中国平安升2.1.5 中国飞鹤升7.6 隔离汽车跌4 有帮保险跌5 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跌2 有帮保险跌4.5 中移动跌1 港交所升7.6 煤气跌1.2 恒生指数期货 职月升125点 总成交超过12万丈 盈富基金升1.2 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24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109点 日境平均指数跌116点 美元会价日元107.53 英镑1.2561 欧元0.6941 欧元1.128 鑽太港元会价 对美元7.7501 匡白日元7.2054 欧元8.7421 英镑9.7341 瑞士法郎8.2212 鑽元5.6999 欧元5.3817 新西兰元5.07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56 倫敦黄金每盎司卖卖价 1793.7 1796.7美元 本港九九金每两部16590元 看起来天气 预测有一两阵骤雨 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 今晚大字多云 吹和换西南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净 日点钟气温是31度 相对湿度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整外线指数是9 强度属于岑局 新闻报道员再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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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报道员